讲修行,落实于生活,讲佛法,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产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,三零零,随喜赞叹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心常轻人,无我不断,极自无功,自性虚妄不识,极自无德。 如果你的心常常轻视别人,就是因为你的无我不断,你对于我的执着在作祟,这样你极自无功德。 一个傲慢的人说他多么有修行,那是骗人的。 如果你有傲慢,你就应该从内心下功夫来降服自己。 很多父母常常误会自己这一辈子放不下的就是子女,他们的放不下其实就是一种执着。 但是老实说,你最执着的不是你的子女,你最执着的其实是你自己。 为什么? 因为你把你的子女当成你的财产,你放不下你的财产,你最执着的也不是你的另一半,你只是在执着你的感受,害怕没有人爱你而已。 我们为什么会轻视别人呢? 无我就是供高我慢没有断。 佛教常常讲随喜功德,这不是阿谀奉承,而是如果别人做得好,做得对,当别人真的比我们强,就值得我们赞叹。 你懂得肯定,欣赏,赞叹别人,人家也不会看不起你。 但是我们不是,我们为了保护自己,就嫉妒,打压,诽谤,丑化别人,只是深怕别人看不起我们。 你应该去思考,供高我慢,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其实这不是困难,就是你内在任何的障碍,可以一个个地思考。 你用两个小时,或者一天的时间,一直深入去思考,直到啪的一声打开。 所谓打开,就是那个问题已经不会再障碍你了。 你觉得很轻松,而且不卑不亢,感觉真的很好。 你思考到最后,你会明白。 赞叹别人不用花钱,也不需要买礼物。 而且那个功德,有如天上的白云,有如我们身边的空气,随处都有。 这样修,是很轻松的。 如果你不敢老实面对自己,自性虚妄不实,一直处于一种虚伪的状态,这样极无功德性。 你不了解本来无一物,所以你抓住一个我不放。 你把无我,直成有我,这个我,是你错误的知见,亦称之为邪我。 阿罗汉明白这个概念,所以他能够证悟到无我,当然,他还不圆满。 他还不能够了解真我,也就是涅槃经所讲的,常乐我境的境界。 因为我们不能够明白虚幻不实的自己,和这一切的现象,所以我们凡事跟人家计较,处处想占人便宜。 这样,我们叛成了无德性之人。 没有功德的人,他的我值没有破,他的正结为, 武,为武,为自大,长清一切故。 你不是要自大,而是应该学习自重,故夫子曰,君子不重则不微。 如果你高深的道理不懂,就先从懂得做起。 如果有的东西是你一时做不了,就先从简单的下手。 如果你不能够明白自信,就先学习尊重自己。 尊重自己,其实也不太简单。 我已经学了很久了,如果你不懂得尊重自己,你一定会糟蹋你自己的。 文后思维,你能真心赞叹,欣赏,做得比你好的人吗?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,感恩达观师父教会。 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gast기도作 книг происходит。 感恩rå건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